好 刚刚看到的是这个黑人陈建州针对被指控性骚的部分 那他提起刑事诽谤的告诉我 今天是以告诉人的身份 希望他到这个台北地检署来说明 那么到底最后这个案件怎么样来发展 也值得来关注 另外也要来关注到的 好 看到呢 之前是新竹市长高宏安在挖新竹棒球场这个大秘宝 现在好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接棒 开挖的是屏东的大秘宝 因为盖一个棒球场居然要价25亿 好 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棒球场的部分呢 看到各个棒球场的一些 包括他们的使用容纳的人数还有造价 好 屏东呢 预计会在2027年来启用这个棒球场 好 那看到容纳人数有15000人 但是看他的造价是25.8亿 好 台南呢 是在2024年的时候会来启用这个棒球场 好 可以容纳28000人 好 造价17.98亿 新竹 好 这个大秘宝的部分呢 造价是2亿 好 台中洲际棒球场是10亿 桃园 好 8.36亿 那么斗六也有棒球场 8亿 台北的这个天母的部分呢 是6亿 好 看到专家的说法 专家说呢 看到屏东现在是史上造价最高的一个棒球场 专家说呢 如果纯粹以棒球场的造价 好 建议要以国内最近一座新建的露天国际的棒球场 那就是现在献民乐天桃园棒球场来做一个参考 即使都把通膨给算进去好了 一个棒球场你居然要盖到20几亿 真的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到底你盖了这么多钱 花了这么多钱来盖一个棒球场 真的能够回收吗 到底要多少才能回收呢 总经费25亿8000多万 好 县府呢 自行来负担18.4亿 中央补助7.5亿 那么呢 预估年收 还有加上预估年花的部分 恐怕要100年才能够回本 好 看到国民党立委王宏威就说 这个得标的厂商龙大营造 其实就是2005年高雄捷运发生 施工坍塌的一个承包商 好 我们待会儿继续跟大家来挖这个密宝 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的是 好 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带大家来看呢 包括黑人针对刚刚被请到地点署的一些参观回应 我们继续来看到 看到呢 这个龙大营造啊 它完全没有盖过球场的一个经验 只有盖过屏东的两栋校舍 这样的这个厂商 居然可以来得标我们政府 这么大额的建设 可以来盖25亿的一个棒球场 而且曾经还发生过 捷运的施工坍塌的一个事故 好 那看到了身为大家长的 屏东县长周春敏他说 屏东棒球场呢 是47年前新建的 那么现在已经老旧不堪 有必要为屏东人来盖新的棒球场 选在高铁特定区运动休闲园区 他觉得这个对屏东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建设 请不要从台北的角度来看天下 但是专家怎么说啊 专家说既有的屏东棒球场虽然老旧 但是够大也有腹地 明明你是可以用整修的方式哦 整修到很好的状态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盖一个我们可以预期到他使用率 或许不会这么高的球场 可能看个球赛真的这么多人 会愿意南下到屏东去看吗 而且刚也说啦 可能要100年才有办法来回本 好 那么呢 除了看到这个得标厂商 不仅呢 没有盖球场的经验之外 也被发现其中一名独董是局系人马陈经德 好 那么也看到王鸿威就质疑说 是不是只要绿油油都可以来承包政府标案呢 陈经德是出面来澄清他回呛是政治攻击 利落外观还有激昂加油声 这是位在屏东高铁特定区内 作为前瞻计划之一的屏东县国际棒球场模拟3D图 但还没新建立委王鸿威就先踢爆 这将是全台有史以来最贵的球场 没有错 大家没有看错 我也看了好多遍 25.8亿 比我们这两年大家高度讨论的新竹棒球场的12.1亿 足足了高出一倍之多 所以呢 这个棒球场 真的不是只是这一倍来使用这一代 他可能子子孙孙也要慢慢还 会让王鸿威直言是债留增孙 就是因为球场先建总花费高达25.8亿元 比起争议不断的新竹棒球场还要贵 甚至摊开国库署资料显示 屏东县府目前债务余额30亿元 从109年开始至今 年年财务赤字不断飙升 痛批就向无底前坑 更怕成为新竹棒球场2.0 未来花费不止25亿 整个屏东棒球场未来 即便它列入自长性计划 它要100年才能够回本 不仅中金打造就连得标厂商龙大建设 过去没有新建球场经验竟然能够得标 被视为局系人马的陈经德 就刚好在这家公司担任赌董 无巧不巧这家公司呢 它的赌董里面出现了陈经德 而这个龙大营建就顺利的得标 是不是都有绿油油的相关的企业 可以承包 陈经德不仅担任过高雄市副市长 还担任过中游董市长 以及宜兰代理县长 但每每出包下台最后却能越爬越高 被王洪威质疑是靠山太硬 曾经德 陈青绝对没接触县府人员 连屏东县长周春敏也亲上火线 只不过前有新竹棒球场 后有屏东棒球场 不仅重金打造 还有自家人身影 就怕前瞻计划变成前瞻计划 记者陈古民林柏睿 屏东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